草存镇、平陵里、平雪路、践行路与平陵巷为不对称路口 事件死角多,早知事故频传 先议员廖子佑、林永宏议员 与立法委员蔡培会服务处接获陈景后 便立即前往实地会堪 我相信我们除了把路面整修好之外 在我们平安里里里面出入最重要 关于安全的平雪路跟践行路加沙口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一个转弯是不是很顺畅 所以它是一个不对称的车道 所以造成往往车祸因此而发生 那我们对行人的安全 我们一定是相当的注重 所以我们未来协调公路监管单位 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给我们 一条平坦安全回家的道路 而有不少艺术家都在平陵里创作及展览 吸引不少观光游客到此游玩 而这样子不对称入口 往往一个疏忽就会造成事故发生 先议员廖子又希望能够紧速完成 改善工程 我们平坦这边有很多技术和创作 都在这里来做电视 所以我们地方对着高通的安全望 也非常重心 特别来参与这些事故发生 来看到我们地方出入的路口 希望说把这个表现 还是高通安全的道路都可以设施 让我们出入的有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出入的这些 我们这些地方的事故发生 可以有一个很安全 透过立法委员蔡培会服务处 与现议员林永宏 廖子又议员会康过后 也云诺会立即施作路面改善工程外 且还会增设路面标线来降低事故率 让平陵里的居民以及游客 都能够通行的更安全 记者令永胜草存采访报导 必须 想说 继续